我們回到Bitcoin投資基本功第四集 我已經講了這集很久 而我覺得最安全的方法 儲存大量Bitcoin或其他加密貨幣的方法 就是最好用Hardware Wallet 有些人用Cold Wallet 我先講一下有什麼特性 它的特性是一個類似USB的 一個像整部iPad 當然它不是那麼大 好像電話那麼大 例如iPhone普通版 我之前有講過 如果你有看我之前的集數 有講過 在講完之前 記得按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你就會知道最新的加密貨幣的資訊 其他很多關於它的資料 或者有什麼新的出 新新聞 或者有什麼ICO好賣 有什麼可以博 將來的趨勢 可能這兩個月 Bitcoin、Ethereum 那些走勢 記得訂閱訂閱訂閱 謝謝大家 繼續講 這款的Hardware Wallet 就是用來可以儲存大量 很大量的Bitcoin 都是很安全的 他有講過 就算這兩件事 特別是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叫Ledger Wallet 這個叫LedgerLeno S 這個叫Ledger Blue 就算他們插入一部 被人入侵了的電腦 有黑盒的電腦 都不會有事 是這麼誇張 即是說你在任何一部電腦 都可以用到你的Bitcoin 有病毒都不怕 都不要緊 他聲稱是這樣 我都相信 之前有講過 這個 講過這個 Private Key和Public Key Public Key就是別人 發錢給你的時候 你就把Public Key給別人 你要用錢 如果你在網上的Bitcoin 就要打回你的Public Key 你才可以用到裡面的錢 他這個也有Public Key 他的Public Key 就是在這個東西的裡面 和這個東西的裡面 是怎樣呢 即是這樣 就算你買了一個 Ledger Lendo S 這樣算 你就不見了 但是 因為這個東西 他一開始 就會放了幾樣東西 在盒子裡 其中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這樣用的 盒子裡有些東西 其中我忘了是紅色的 還是黑色的 就是你可以寫你的Private Key 在上面 那張紙就超重要 即是說你就算沒有任何東西 有Private Key 都會可以拿回你的Bitcoin 或者你的加密貨幣 那 都幾神奇 它那個Private Key 在哪裏找出來呢 就是一開始 那我再說一下 我再說一下 講一下其他 即是說 它的Private Key 就是你要自己 親手抄在這張紙裡 通常 它的Price range 就大約是這個 可能80美金 至到200美金 你可以見到 其實有兩大公司 是在做的 其實還有其他的 但是暫時有這個 Chesher Ledger Lano S 和Ledger Blue 這個就58歐元 這個就229 這個就89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我買58就已經夠了 因為我覺得 你有個鏡頭 你多樣東西 我怕你有 雖然這個也有個鏡頭 有個小的鏡頭 我怕它多樣東西 又容易壞一些 不如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不如這個就便宜一點 那就買了這個就用 這樣 繼續說 這個Private 就是最安全的了 剛剛說到 就是你怎樣去 這個Pr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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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少少少分別的 它的分別就是 在於它們支持的 抗市不同 當然最主力的那些 可能不是頭神 可能頭神 可能頭 比特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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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detect 必定 比特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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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entifier 比特幣 那些 也有 不用擔心 之外他們可能會有一些自己獨特的支援 如果你想例如Legend OS 我一開始要在Google下載 Google上有一個下載APP的地方 在Chrome上下載的APP之後 第一個下載APP就是這個 Leisure Manager 第二個下載是 我假設你一定有Bitcoin或Ethereum 你就可以下載 下載了這個 這個很重要的 通常會幫你令到你的器材可以更新 例如有些什麼問題 你按這裡就可以下載 進去之後 就可以下載 例如你要 這是專用Bitcoin的 對 這個 就是Ledger Wallet Bitcoin 這個 和Ledger Wallet Ethereum 或者Ripple 你喜歡吧 這些都是它支持的Cons 還有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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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如果大家想有些什麼可以利用這個 這個Ledger Wallet 都可以儲存一些Ethereum 而不是Ethereum 而不是Ethereum 而是Ethereum 你可以在賣Ethere Wallet 用你的Ledger Wallet去開 其實有點複雜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就可以再講深入一點 這個部分 那 你怎樣用呢 一開始插了盒 插了盒的時候 要用一條類似這個USB的線 插進去 因為它本身是沒有電 在裡面 即是靠你的電腦輸電給它 那 插進去 插進去 插進去之後 一開始是要你先設置 你這個 這個 它會問你 好像問你類似 不知Restore 還是 Restore 就是怎樣呢 譬如你本身有一隻 你不見了 就要Restore 那你怎樣Restore 就是用我剛剛所說的Private Key Private Key 就是 它一開始的時候 它要你設置 譬如你會說 這隻是新的一隻 這樣去計算 新的時候 它就要你 去設置一個密碼 密碼好像是 六個字八個字 還是四個字八個字 那 那個密碼通常是數字 那 設置完之後 它就會跟你說 這隻東西的Private Key 是什麼 那Private Key 不是一些 英文字母 直接是英文字 譬如 Apple Apple 可能第一個 全部不加 可能有 二十四 二十八個 不記得了 的phrase 要你抄下 譬如 第一個是Apple 第二個是Car 第三個是 Fish 那 可能有二十四個 或者二十八個 這一日 雜誌 你一定要抄下 那你就抄下 那你就抄下 這一張 紅四張 就是這個recovery sheet 那你抄下之後 那你就要 這張紙千萬不要不見 或者你有兩個copy 就會更安全 如果不是永遠都不知道 如果你萬一忘記了Password 或者不見了這隻東西 這隻東西 可能火燭不見了 燒了 或者被人偷了 或者怎樣都好 那你唯一可以拿回你裏面的Bitcoin 就是這個方法 所以是超級重要 他就要你做幾個步驟 譬如你抄下完之後 他就會測試你 測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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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llet Bitcoin 或者Ledger Wallet Ethereum 下次你要用裡面的錢 或者要開個包包看看別人有沒有發錢給你 第一件事你插進去就會問你的電郵 你自己插進去4-8個字的電郵 電郵適合了 他就會問你現在想進入哪個App 我剛才提到你下載了三個App 第一個是Ledger Manager 第二個是Ledger Wallet Bitcoin 第三個是Ledger Wallet Ethereum 所以你要按下去 例如想看Bitcoin就開了Bitcoin的App 他就會再叫你在Ledger Downloads確認 你只要開回裡面有得選擇 有得選Bitcoin Wallet 你再開回去 接著你的電腦畫面就會載到那個App 載到那個App之後就會看到你的錢 通常是一開始的零 你開了這個App之後其實是不難的 為什麼不難呢 因為它都是那類的東西 當然第一個是你的帳戶的平衡 第二個就是Send 第三個就是Receive 你按下去Send 你就會看到你的Public Key 你給人家的Public Key 別人的Public Key 當然手續費就一定有 不是他收過 是那些Miner收過 是一定有的 是到處都一定會有這個手續費 第三個就是Receive 你Receive 那裡就會看到你自己的Public Key 你就給別人的Public Key 別人傳下去就會收到錢 有這兩樣之後 其實我是漏了說一件事 初初其實是沒有這一步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之前說過 有一個叫做Bitcoin Legacy 就是最原始的Bitcoin 一個就是Block Chain 一條chain就是Legacy 一條chain 我有說過之前 是十月頭還是九月中的時候 我忘記了 就是之前 因為它升級了 有一個叫做Zegwig 的一個系統 就是另一個Block Chain 它出來了 這個錢包很好地 好好地幫大家做了兩件東西 一個叫做Legacy 一個叫做Zegwig 之前我有提過 應該是用Zegwig的網絡 去做Transaction 去給Bitcoin人 應該是會便宜一點 和快一點 所以如果你要做的話 我通常都會這樣 放在Zegwig那裡去做 但是呢 有一件事 遲些將會出例的Zegwig2x 那裡我又不太清楚 暫時沒有公開 有任何事情 那裡應該是11月中會做 可能會多了一個叫做Zegwig2x 那時候又不知道是怎樣去做這件事 那裡的Zegwig是另一個帳 意思就是Public Key都不同 即是你送去Legacy 那裡的Public Key 那裡的Public Key 那裡的Public Key 那裡是不會在Zegwig 那裡看到錢 因為你送去Legacy的Bitcoin帳 而不是送去Zegwig的Bitcoin帳 那這件事都要很清楚 如果不是我最初都不明白 為何有一個帳戶沒有錢 但原來呢 原來是因為別人是送去另一個帳戶 而不是我一開始儲存在另一個帳戶 那你進入這個app之前 其實再一步 一開始開了這個app之後 你應該是看到Legacy和Zegwig之前 它可以讓你選擇 是Bitcoin還是Bitcoin Cash 又是兩個帳戶 這裡是有點亂的 你選了Bitcoin之後 就會看到Legacy還是Zegwig 那大約就是這樣 有一件事昨天有說過 就是關於要用Zegwig2X那件事 是不是要送一個很小的帳戶 去一個帳戶 昨天有說過 可以看一段影片 有帳戶的 原來是不是這樣做 但是都是同一個帳戶 那你就要 譬如假設你在Zegwig2X開始之後 就開始了 即11月中之後 你才要做這個動作 你才要說 譬如假設你傳線給別人 那你在同一個帳戶 你打那個人的 公司的帳戶 原來在下面 應該是 還會多了一欄 你就要將 那條連結 然後再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保證你的交易安全 之後我可以再更新一下 在Bitcoin投資手機裡面 但是暫時我最新最新清楚的一件事就是這樣做 而不是好像我昨天這樣說 是要先發一個小的帳戶 去那個帳戶 這樣可以先確認到你那個 private key 是進去2X的連結 不是這樣 如果再有最新的東西 我就再跟大家說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能是講得不完 那我可以再講詳盡一點 你可以在留言裡講 或者電郵給我都可以 那如果 暫時就是這麼多 因為我主力 我自己就沒有這個Chesler 但是我可能會買 但是不肯定 可能我買Blue都不定 可能買這個都不定 或者因為我有聽聞 可能可能一陣子會有一個新的帳戶 可能會有一個新的帳戶 可能會有一個新的帳戶 不知道選誰會不會浪費 不可以賣多一個 不過是看一點 還有這樣一點點 就是補充一下 你剛說過Legacy和Zwick 那兩個地方 你可能是可以 譬如那些錢 其實你只能傳到你自己的銀行 那你怎樣傳到你自己的銀行 你自己的銀行就去Receive 拿那條連結 因為那是你收錢的連結 再去你連結的銀行 然後再去傳那條連結 那你就打回你的銀行 那你就可以在你的錢本身放在Legas那邊 我說是貴一點和慢一點 那之後你就可以如果你想用SedWord去做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這樣傳到另外一個人包再傳出去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在下面問我留言 或者email給我 記得給我like 或者不是或者 還有subscribe 訂閱 麻煩你 拜拜